大家好,今天在这个视频呢,会跟大家讲解 如何使用最新的皮修合约,就是 摆名单附加一键开关皮修模式附加防检测器的皮修代码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个地址,看到这个Metamax呢 你需要开设一个Metamax钱包,然后我们就是进入官网 Create your own token.net 然后在这里我们选择中文,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代码 然后我们往下滑,就能看到那个摆名单 跟一键开关皮修模式的那个代码,我们点击一下 现在在这里呢,我们看到那个代码了已经 然后呢,这个就是呢 如果你想要阅读啊,如何创造这个摆名单 现在跟一键开关皮修模式的这个代币的指南啊,你可以点击这里来阅读啊 然后话不多说我们,我们开始复制代码 然后我们到remix id 然后点击remix id 好了,现在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就是create new file 就是创建新的文件啊,然后我们做 然后我们取名叫devtoken.sol 记得后面要加那个.sol 然后我们把刚刚复制的那个代码呢,贴进来 然后我们点击第三个 然后现在呢,在这里呢,我们慢慢的往上滑 滑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停一下,因为这里就是要设置那个代码的名称了 好,现在这个name就是代币的名字,在这里呢,我是放了devtoken symbol呢,就是代币的那个符号,在这里是放dvet 然后totalsupply就是那个总的代币供应啊 在这里呢,我是放了100万枚呢 然后在这个totalsupply的那个数字后面呢,你必须要加18个0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小数位是18嘛,所以你必须要在那个代币的总共写的时候呢,你后面要加18个0 好,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现在点这个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mpile的编辑器呢,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0.8.18,然后我们点击这个compile就是编辑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那个编辑成功了,successful,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以太的符号一下 然后在environment环境那边呢,我们现在会选择,呃,metamux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metamux合约嘛,然后我们点击next,然后点击人接,connect 现在好了,我们的那个点击一下,狐狸钱包查一下 好了,我们看到这里是成功连接了,然后现在我们呢,contract方面我们呢,就是选择devtoken 别选其他的就是devtoken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狐狸钱包,然后我们把这个签包地址复制一下,然后回到remix 然后把这个框复制的地址放在这里啊,然后我们点击deploy 就是我们开始创造代码了,然后这个狐狸钱包方面,我们就是把这个跳出窗口点击确认,confirm 好,我们等一下 好了,你可以看到那个转账成功的字代表代币做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回到metamux钱包,然后点击activity,就是活动 然后点击contract deployment,然后点这个blog explorer,就是查看浏览器啊 然后在这里我们能看到那个代币已经是做出来了,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 钱包就是那个代币的那个合约地址,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回到metamux,然后点击token,然后点这个import token,就是导入你的代币啊 然后我们把刚刚复制到那个代币地址放一下,然后我们就能看到dvt在这里啊,我们点击next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100万枚的dvt在这里啊,就是你的代币啊,然后我们现在点击导入input 然后你能看到我们刚刚新做的那个代币就是在我们的chamble里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步骤了,就是verify and publish我们的代码 意思就是验证我们的代码,然后我们回到那个blog explorer一下,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代币的那个合约地址啊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点击contract,然后往下滑一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verify and publish 这个按钮我们点一下,然后现在呢,在这个页面我们这个compiler time呢,就是像刚刚我们做那个,我们选 我们选择,不是,我们选择这个single file,单一文件,然后这个compiler version,就好像刚刚那个 就是我们选择0.8.18,然后这个license time呢,就是我们选择none,没有 然后我们点击继续continue 现在在这里呢,我们啊,必须要回到remix,然后把整个那个代码,重新复制一下,然后我们把代码贴在这里 然后我们往下滑一点啊,就是,然后我们都完成这个机器人测试了,然后完成了过后就是点击verify and publish,就是把它这个代币验证 我们稍微等一下啊,这个有点,有点慢了,好了,如果呢,一切速率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大拇指向上了,然后这个青色的successfully呢,就是代表,呃,验证成功了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到那个pancake swap那边,就是,试一下我们的那个钱包地址 不对不对,试一下我们的代币 然后现在在这里呢,我们点击了liquidity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步骤就是要添加流动性了,然后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下 如果没有,如果还没连接钱包的朋友呢,你们必须要点一下这个火力钱包啊,或者是这里有connect的按钮,你们就是点击连接 现在我的钱包是已经是成功连接的了,然后现在呢,在这里呢,我们呢,回到那个刚刚我们的explorer那边 然后我们点一下,点一下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代币的地址,然后我们复制一下,然后回到pancake,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然后我们把刚刚复制的那个代币的那个地址放一下,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代币在这里 我们点击呢,导入import,然后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选择add v2liquidity,就是我们要添加那个流动性 但是我们是在那个v2版本,因为v2版本的那个操作比较简单,我们就选择用v2来添加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辨别余额已经是显示出来了 然后通常呢,我们添加这个代币啊,通常我们是放了75% 或者我们就是放100%的那个供应下去了,在这里我就放了100% 就是100万美,然后这个BNB我就索性放个0.5 然后你这里写完了过后呢,就是点击这个enable 然后我们确认一下 好,在这里我们就是可以添加代币,添加流动性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点击confirm确认,然后等一下啊 然后你看到我们的那个转账是成功了,就是我们成功添加流动性了 现在我们查看一下啊,你看到我们已经成功添加流动性了 现在我们测试一下,来自己买卖啊这个代币 我们点击刷,就是购买交换 然后在这个,然后我们回到这个explorer那边 把那个代币的地址重新复制一下 然后回到那个pancake swap呢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然后我们把刚刚的那个地址复制一下 放一下,然后就能看到其实已经在这里了,我们点一下就行 好,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买入了 我们就测试一下买个0.01BnB的dVT吧 你看到我买的是,这里有19559啊 我们的刷新一下,然后我们尝试一下购买 通常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匹修模式算是在正常模式 就是,它的那个匹修模式还没打开嘛 所以呢,这个代币是可以自由买卖的 现在我们已经成功买下来了 然后我们现在尝试再把这个代币卖出去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代币卖出去了 我们confirm一下 然后点击Next,点击Approve 然后现在我们点击这个确认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把这个代币成功卖出了 稍微等一下啊 然后你看到我们这个那个余儿是0了 然后我们的那个BnB也回来了 就是说我们成功的买进跟买出了 因为那个匹修模式还没打开嘛 所以那个买家跟那个卖家是可以自由交易的 现在如果我们现在就要教大家如何打开那个匹修模式 就是那个一键开关匹修模式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步骤 我们就回到remix 这边,然后在这个页面呢 我们往下滑一下 然后就是你看到这个三角形 我们就点一下 然后我们再往下滑 滑到你看到这个set fee的时候呢 在这里有一个三角形也点一下 然后在这个newby fee我们就写0 然后selfie我们就写99 然后就是点击转账啊 这个步骤呢就是打开匹修模式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确认就会成功打开匹修模式 当这个皮修模式打开过后呢 当这个皮修模式打开过后呢 就是能买就不能卖了 现在我们就回到pankstrom测试一下啊 然后我们打算买入0.015吧 我们点击swap,然后确认一下 confirm 好了 你看到我们已经成功买入了 然后靠现在那个已经在这里了 dbt的那个余额 这里有29000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全数卖出了 我们尝试一下 可不可以买出 大家可以看到啊 现在这个 这个是 显示不能卖出的呀 他这个有这个 错误的那个报错啊 所以呢 其实在这个皮修模式开启之后 是不能卖出的 即使你是那个代币的创作人 也不能卖出 所以呢 我们就 要说明接下来的一个 一个功能啊 这个代币就是摆名单 摆名单就是呢 能 让一个特定的那个 钱包地址啊 能卖出这个代币啊 即使是那个皮修合约开了过后呢 他有这个摆名这个被摆名单 画了的那个 钱包地址都一样可以卖出 现在我们就 说明一下如何使用这个摆名单啊 其实很简单 我们回到这个remix 然后我们在这个 set fit sm方面 旁边这个三角形也点一下 然后 然后 我们回到metamux 把刚刚这个 钱包地址 复制一下 然后 我们回到那个remix 把刚刚复制的那个 钱包地址呢 放下来 然后 在这里我们写 true 就是 true 然后我们就 点击转账 这个地址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摆名单的地址 而且这个步骤就是 把这个地址 就是摆名单的话 我们就点击确认 确认的这个转账成功了过后呢 这个地址就被摆名单 就是可以买进 可以买出了 所以我们就是 测试一下 回到这个pancakes 旁边呢 大家注意啊 现在这个皮球模式是 开启了呀 就是只有 摆名单的那个 钱包地址能卖出 现在我们来试试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 其实是 可以卖出了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那个dbt 已经全速卖出了 就代表我的钱包 刚刚我把自己的钱包摆名单 然后皮球合约也已开了 现在我也成功卖出了 所以 这个皮球合约的这个说明呢 今天就到此为止啊 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好远 好远